身边的人在害你之前,大多会有这几种表现,早发现才能少吃亏,防人之心不可无,害人之心不可有,人与人交往,需要谨慎一些,避免被人伤害,可是如何防备伤害呢?通常,我们会防备那些陌生人,对熟悉的人,反而有几分信任,可是我们在社交的时候,容易出现就在毛坑,不知其秀的问题,被圈子的氛围蒙住心眼。 因而,我们要学会旁观,一旦身边的人出现以下几种暗示,多半是陷害的开始,别不当一回事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诸子国学。 麻痹你的心灵,如何才能麻痹一个人的心灵呢?最好的做法,便是对他好一些,装成人畜无害的模样,一只绵羊来到人们身边,人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警惕,反之,一匹狼来到人们的身边,人们绝对会群起而攻之。 但是,如果这匹狼聪明一点,披着羊皮来到人们身边,那他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,而他也能趁机发起袭击,从而实现自己伤人的目的。 在职场中,你会发现有很多和蔼可亲的好人,也有很多说话好听的善人,只不过,他们是不是善人呢?需要我们理性去看待。 有些人表面上和蔼可亲,但背地里却无恶不作,有些人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,可背地里却做出难道女昌之事,这一切都是我们所不能预料的。 既然如此,我们就不能盲目相信别人,也不要盲目给别人下定义。 有些时候,多观察一会儿,多留点心眼,终究是好事,把你当成感情牌,建立妄议的朋友,一开始就把你当成感情牌,明朝家境年间。 北京顺天府,有两个少年叫金仲宇,刘敏书,他们是同窗好友。 二十多岁的时候,出门做生意,有一个扬州少年全如修,模样很像女人,并且貌美,为了赚钱,三个少年组合成一个朋友圈,在北京租了三家店铺,分别卖香料,书籍,花和古董,店铺连在一起,取名翠亚楼。 金仲宇,刘敏书已经结婚,因此关上店铺之后,回家歇息,如修单身,因此成为了店铺的保安。 夜里,就在店铺里歇息,经过一番努力,翠亚楼的生意越来越好,很多有钱人,慕名来享受优雅的气氛,顺便会买走一些物品,当朝的奸臣严嵩,有一个儿子严世波。 被称为家境潮第一鬼才,严世波知道翠亚楼的信息之后,特意进店欣赏,一眼就喜欢上了全乳修。 他想,要是家里有如此美貌的男子作为仆人,该多好,金仲宇,刘敏书两人,明知严世波不是好人,但是为了多赚钱,想尽办法,哄着全乳修去严家做客,这是把朋友往火坑里推呀,给你戴高帽子。 你有没有听过捧杀,捧杀顾名思义,就是欲情顾纵的延伸,好比如把你的缺点说成优点,让你把缺点当成优点放大化,直至达到疯狂的地步,好比如天让谁灭亡,就会先让谁疯狂,给你戴高帽子的人不是鼓励你,而是在山阴峰,点鬼火,小人的脸上不会标明小人两个字,戴高帽子就是小人常用的招数,归根结底是小人拥有小人目的, 为达目的会趋役逢迎,更会不择手段,戒刀杀人。在三十六级当中,有一级名为戒刀杀人,也就是说别人算计你的时候,不会亲自对你动手,而是会借助别人的力量。 其实,这些事经常发生,在职场中,你会发现某个人突然针对你,你会发现某个同事突然排挤你,甚至主动跟你产生矛盾。 可是,你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这种行为,深入一点来说,就是转移目标的玩法,有人故意给你制造了一个敌对目标,就是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,当你的注意力被分散之后,那你掉入到别人的陷阱当中了,所有障眼法的表象都是虚假的,而它的背后才是一切问题的真相。 只不过,我们很多人都发现不了真相,只能迷迷糊糊地活着罢了,不过,还是要说,谨慎做人,低调行事,才能明哲保身,拉帮结派背后孤立你,拉帮结派并不是一个好现象。 特别是在职场中,小团体行为只会让大团体逐渐分裂,表面上团结实际上分裂,作为企业管理者应当对之严格把控,但小人总是会笼络人心,他们往往会在无形之中去建立小团体, 而后在这些小团体中带节奏,比如说你的坏话,让他们都对你有意见等等,实际上来说,这些坏话都是不堪一击的,但人心总是会受流言蜚语的影响,久而久之,一些人也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你,总之,罪魁祸首就是那个拉帮结派,背后搞孤立的小人,团队里出现这样的人将影响整个团队的团结性。 他们就像狙击手一样狙击别人,以至于影响到对方的人际关系及口碑,想方设法满足你的爱好,人无匹,不可教,关于匹号的好处,三五句话说不清,但是不良匹号的坏处,也不少,当一个人的爱好过度了,就会伤害自己,而满足你爱好的人,其居心如何,一目了然,吴王福差打败月王勾剑之后,非常骄傲,开始筹建宫殿,勾剑派人送给夫, 拆一根硕大的楠木,还雕龙画缝,找来了西施,经过调教之后,送到了夫,拆身边,福,拆的爱好,得到了充分满足,从此不离朝政。 勾剑为了满足福,拆的爱好,设计了七个讨好的方法,给钱,送美色,高价买吴国的粮食,说阿谀奉承的话,给上等的建筑材料,挑拨关系,掩盖自己的力量。 当一个人的爱好变成了社交的筹码时,就应该警醒了,应该舍去爱好,才能回归正常生活,毕竟,爱好不能当成一辈子的职业,只是陶冶情操而已,如果不良爱好,占用了很多时间,也浪费了很多钱,还被人吹捧,就是人生要垮掉的信号,利用敏感话题对你进行试探,他们会故意谈及,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。 弱点或争议性较强的话题,试图引诱你做出不当的言行,从而掌握你的把柄,达到他们的目的。 有些人可能会故意提到你的家庭、收入、健康等敏感话题,观察你的反应。 如果你对这些话题表现出过多的关注或担忧,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来操纵你的情绪和思维。 同样,有些人可能会涉及到政治、宗教、性别等敏感话题,试探你的立场和态度。 如果你不够谨慎,可能会在这些问题上表露出自己的偏见或无知,从而被他们利用,持续打压并给你洗脑。 有些人表面上好像是为你着想,实际上是以为你好的名义给你洗脑,天天打击你,让你承认自身的不足和错误,还在心理上给你施压。 他们这么做,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你,让你乖乖听话。 所以,一旦发现这样的人,最恰当的做法就是迅速远离,拒绝任何往来。 倘若你已经成为这种人的目标,千万不能软弱,也不要尝试和解。 只要你足够坚强,不断提升自己,就没人能把你怎么样请君入瓮。 有些人专门坑蒙拐骗亲朋好友,利用亲朋好友疏于防备。 趁机施展骗术,另外同学或者同事照样在行骗的范围以内,通常这些人常年不联系,等到一联系,就会扬言在境内或者在境外赚到了大钱,问你要不要一起去,既会用愿景诱惑你,又会用言辞怂恿你,如若你去了,极有可能会进入圈套,对待熟人,越是旷日持久没有联系过,越需要重新摸清底细。 人既然是会变的,了解人也就要与时俱进,不要用昨天的印象来衡量今天的亲朋好友,贬低你否认你,孤立你,小人要害你,并不拘泥于形式,他们有很多方式让你蒙受损失,让你感到难受,这往往是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。 一些人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感受到了险恶的人心,同为寝室室友,总会有一些小人在背后说人坏话,拉帮结派孤立你,而原因则多种多样,但又让人十分震惊,甚至可能是你没有分他一包零食,出身社会后,我们也会遇见这样的人,趁你不在的时候,刻意地诋毁你,通过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,来给你立各种不友好的人设, 让你所处的群体都对你另眼相看,这样的加害是无形的,人言可畏,不得不防,面对流言蜚语。 面对别人的可以孤立,从包容的角度来说,其实我们没必要与之争斗,轻者自轻,流言止于智者,而从斗争的角度来说,对方既然已经开始对你下手,说明已经将你树立成了敌人,给你灌输不好的思想,当我们思想还不够成熟的时候,没有辨别好坏的能力, 这个时候身边的人就会给我们灌输一些思想,从而影响我们,而一些有心机的人就会利用这一点去给我们输入一些有毒的思想,以此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,所以我们在适当的时候,一定要管控好自己的内心想法,不要被人所引诱。 保持思想和行为上的镇定,别人能给我们思想指导是好事,但是也要独立判断历史,生活就是一个斩妖除魔的过程,所以我们要知道身边什么人是好的,什么人是坏的,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做好自己,并且保护自己。 我们不要感觉这些是不重要,正是因为有这种感觉,所以那些小人就会善于钻空子,会放出流言蜚语,流言蜚语有多可怕,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,小人编造流言蜚语,让你被众人孤立,最后心理防线崩塌,通过说一些不好的话去笼络人心。 这样一来呢,这些不好的话就会很快传播出去,每个人的表达又会多多少少的有些变化,这些变化积攒起来,就是会越来越夸张,越来越不符合实际,而流言蜚语都是这样口口相传导致的,因为没有见过,单纯地听别人讲述,再加上自己的联想和补充,就会使原来很正常的事变得不正常了。 经过几个人一说,并且加上自己感情色彩的猜测和分析,事情直接变味了,再传出去就会更加离谱,本质就发生了变化,所以要警惕那些放出流言蜚语的人。 在你人生大事上使绊子,一个人的生命中应该会遇上很多大事,需要面临无数次的重要抉择,而每一步都关乎你未来的发展轨迹,所以需要无比慎重,有些人明明知道这件事对你特别重要,却要故意让你在跟头,把你往绝路上逼,这样的人往往就是心术不正,想要把你拉入坑里,举个例子。 你即将就要步入婚姻,满心期待的要嫁给你的爱人,可偏偏有亲戚觉得你的伴侣条件比他家女儿好,所以处于极度的目的,故意要破坏这桩婚姻,故意在你的父母面前使坏。 挑男孩的毛病,而且又怂恿他们要更多的彩礼,多施压考验一下对方的诚意,结果最后双方都被惹怒,当真搅黄了婚姻,摊上这样的人,大家的日子估计都不好过,只能平日里少于他们来往, 并且提升自己的甄别能力,别太轻信他人的挑拨,在这个充满诱惑和欺骗的社会中,我们要警醒自己,加强警惕,避免成为这些人的牺牲品,只有明辨是非,保持独立思考,才能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真实和力量,相信自己的判断力,追寻真相,才能抵御来害你的人的伪装。 走出自己的成功之路